Big Bound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丹峰,你们的老朋友,我又来了 不好意思,再来一遍 Hello,Big Bound的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丹峰,你们的老朋友,我又来了 最近有读过天下,拍过一剧,你会有追剧的习惯吗? 我都会看我自己的戏,但是好,突如天下,因为这段时间一直在忙着走通告,看的不多 看预告就是下代言两个戏,就要和家伙澄清了 对,稍微剧透一点,剧透太多了,我就怕到时候不看戏了 因为确实这是我第一次尝试演一个历史人物,因为他是成长性的 从青少年一直演到他60多岁,对,所以其实隋文帝,杨金,我相信每个人都很清楚 其实他跟家罗的婚姻是个政治婚姻,他刚开始不是很爱家罗,就不爱他的,对啊 当时是一个政治婚姻,所以就是说下个星期是要演到他跟家罗结婚了,对吧 但不是他本人 不是他本人,啊,那我知道 对,对,对,因为这个戏反正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从青少年演到老嘛,对 语文家族他们就是剧中也有首痴情嘛,就是特别特别痴情的,完了,可能 当然杨金他也,后来他的爱情故事,就是跟家罗他是第一个倡导一夫一妻制的嘛 他也是一个很痴情的人,包括应该前期对于曼陀吧 对,因为他不知道曼陀原来是那样的,对吧,他对他也挺痴情的,对 但是其实演杨金这人物除了痴情这个性格以外,我要塑造很多了 对,因为要按他的年龄的跨度去演不同阶段,一个人的成长不可能一辈子是同样一个性格嘛,对吧 但是相信他对爱情这种痴情,呃,就是专一是有,是有的,因为他无一生之子 承诺独孤家罗,无一,今生无一生,呃,对啊,叫一生之子,对不对 就不会去跟别人生孩子,只跟家罗一个人,这,对,无一生之子,对 对,这个,这个 哦,是放下了,对啊 那当然了,那虽然是政治婚姻,但两个人也是结婚了嘛,就是当时很匆促的政治婚姻之后,两个人的爱,就是感情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完了,相爱相守一辈子嘛 完了,呃,年轻的时候他们是冤家嘛,对吧,就是挺好玩的,因为成长性的人物一定是要这样的 不能是,都是一样的,因为你从二十岁左右演到六十几岁,每个人的性格都是随着年龄和你的阅历在一直在的变化 你像杨坚中年跟家罗成亲之后互相相爱,完了到最后自己称帝 其实到了中老年的时候,每个男人心态都会有变化的,反正就是在塑造上不同,分些层次吧,对 他其实应该算是去里面的一个和两个女生发生感情关系的感情之色 刚开始喜欢曼陀呗,对 就是这个人物对这两段感情,他是怎么样不同的一个态度吗 一个态度是吧,那可能曼陀,呃,他刚开始就是可能会有些误解,他刚开始可能把家罗的背影认成了是曼陀,对 所以他就对曼陀动了心,呃,很爱他,很喜欢他,想要娶他,即使是最后出了一些事故,但也要等他,对不对 就对曼陀就是很痴情辣,对啊,是这样的,然后后来跟家罗呢,可能刚开始觉得他是个小孩,是个冤家对头 在他们青少年的时候,最后因为了政治婚姻在一起了,但是慢慢的,其实家罗身上有很多的地方吸引了他 其实这就是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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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呢 其实他刚开始真正看到那个背影是家罗嘛,又回,又回到,其实本来他应该,对 误会是吧,对啊,应该是啊,那最终他也得到了家罗,我觉得挺,挺好的,对啊 那你在他们两个处理的时候,感觉自己的对手心上会有什么处理关系吗 呃,那肯定是会有了,前期,其实青少年的时候,杨坚对待爱情是有点傻了,我觉得 可能观众看的也会觉得傻,因为一个背影,就喜欢上一个女孩 完了,其实曼陀是挺有心机的,他也没看出来 但我相信每个人,青少年的时候都会有这种看不明白的,没有说一眼石头人的,只是傻傻的爱嘛 呃,后来跟家罗在一起,确实是,可能 家罗在前期的可爱地方,他也会信他,但是他心中还是有曼陀的 后来在一起之后,跟曼陀,他后来发现了曼陀的不好 对,所以就毅然的,呃,分开了,对,分开之后了,完了就死心塌地的爱家罗一个人 所以跟家罗的感情也是,呃,有点小坎坷吧 刚开始不是说很喜欢嘛,不是很爱嘛,后来就死心塌地的爱他一个人了 而且我觉得吴一生之子,这个真是所有人都知道,因为我很喜欢隋文帝 因为我觉得古代当中,这个帝王是我特别,而且之前影视剧当中也交代的少 我觉得拍的少,所以是他的一生其实挺传奇的 从俞文家族,俞文家族是一个士气的帝王 他可以自己做成皇帝,把他们都给灭掉 而且当时他统一了南北朝,几乎有三百多年的混乱 就是一种分裂的状态 而且他本身的性格其实有一点 呃,之前我是设造的时候傻白甜嘛,对吧 其实,其实也有一点,他没有那么大的雄心的 但是当慢慢的步入中年之后 而且慢慢的你有机会可以称王的时候 每个男人的那种称王的野心就会散发出来 这是很人性的一个东西 所以就希望大家都看完之后会对这个杨坚会有一个全方位的一个理解 希望我也塑造这个杨坚,大家能够肯定吧 因为我印象当中特别深 我又怕剧透啊 我特别喜欢杨坚,这个戏的最后一场戏 也是杨坚的最后一场戏 因为加罗先去世的嘛 杨坚是最后 他最后一场戏 他说了一句话 已经60多岁了 我当时画的老妆 他说了 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独孤天下了 其实剧本没有说那么透 但我当时演的潜台词就是 得天下者终将孤独一生 对,所以就完了没落的一个人走下了他当初登基的那几百层台阶 一个人走下去 我当时那条是一条过的 因为你画完妆之后 你再想这老头说了一句这个话 完了又没落的走下他登基时候往上走的那个台阶 啊,那我就是一条过 就哭的已经不像样了 对 其实我觉得挺好的 我觉得演完这个戏 我觉得体验了杨坚的一生 对于我来说是挺有意义的一个事 对 就是你刚刚说到那场戏 算是你演杨坚的最过瘾的一场戏 应该算是吧 因为到现在我都印象特别深刻 包括我刚才跟你讲 我这汉毛也是比较竖起来的 很有体会 很有体会因为这个男人真的是一生挺复杂的 对 因为他从他 他应该在中年之前他没有想过自己会做网 对 演到哪了 25集是到哪 就是 你再过两集的预告是你爸告诉你 论要成亲了 已经成完亲了 已经成完亲了 对对对对 那我知道了 对对对 就是因为我就是 我也有看网友的评价 其实我们当时在看剧本的时候 也知道前期 那个独孤 大姐安宇轩那叫独孤 就是安宇轩跟那个余文户 班诺跟余文户的戏份比较出彩 对 但是我觉得戏份出彩 其实对整体剧本 说明剧本好啊 我觉得会挺好了 因为你演一个成长性的历史人物 你一定要有一个过程吧 就是不是说刚开始就会很出彩 因为人生青少年的时候 不会可能他的人 他的人设可能不会一下子 从青少年就被人家喜欢 但我就是还是觉得演杨坚会比较过瘾嘛 整个可以演完他的一生嘛 对所以前期可能戏份不太出彩 我觉得挺没有什么事啊 对 让大家再往后看呗 对让大家再往后看呗 说不定这剧本写的好啊 对吧 就前两天就是我们家的太师的时候 他对这里面的各个男性角色 进行了一个类似于人设式的总结 比如说他说语文庸就是痴情短片 对对 他自己就是霸道这么大 霸道这么大 如果让你来总结一下 这个剧的男性角色 就是给大家这样一个小道歉 你会怎么讲啊 其实俞文家族都是痴情短男 你包括他也吃他霸道 他也是很痴情嘛 完了俞文庸啊 他们都是 他们家族就是一个 一个痴情短男的代表群体 对 是 杨坚我觉得 太复杂了 他的 应该是吧 我觉得杨坚会更接地气一些吧 因为我觉得他肯定是 每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都会 有一些感悟而去变化嘛 而不是说一生下来就是一个痴情人嘛 对不对 他一定是从傻白甜 单纯的傻的可爱 到慢慢的觉得人生的一些体会之后 他会有些变化嘛 所以我觉得更接地气一些吧 对 更丰富 对 丰富很多 立体很多 因为 你要 如果你从青少年演的 到中年 到老年演的都一样的话 那其实也没人看了 因为我觉得成长性的人物就是这样 他吸引我的地方 也是在表演上 一定让你二次创作的空间多很多 对 观众也会闷了 对呀 对呀 就是当时接的时候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 可以从少年演到老年 其实特别过瘾的事 对 这次就是和冰青是这样的 就之后对手心会特别多吗 如果满分十分 你觉得你们两个问题是能达多少分 满分十分啊 哎呦 那我觉得有九分 因为我觉得冰青是一个特别可爱 而且我觉得它虽然平时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点冷 对 不爱讲 不爱讲话 其实它是一个很细腻的女孩 而且在表演上呢 是绝对 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 所以对于我们专业表演人士来说 那种默契程度 只要一上现场就没有问题啊 对 就过两天可能就是会做他的一个采访吧 如果让杨坚问一个问题的话 你会想要问这个什么 问加罗是吧 问加罗一个问题 会问什么问题 问杨坚 那问杨坚是他们哪个时期要问一个问题呢 如果要是我们青少年时期 他就说杨坚你傻吧 你真傻 真傻假傻 可能后来之后他就会 那他应该 我去问他对吧 对 我会去问他 等杨坚等得着急吗 好 对 好 谢谢